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杨乐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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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的名字很俏皮 但其实我已经30岁了 正是一个被爸妈疯狂催婚的大好年纪 但作为一个农村孩子 我就特别害怕回我们村去举办婚礼 因为我们农村的婚礼 就是一场大型魔幻行为艺术 比如婚礼现场 我们村的妇女特别喜欢玩的一个环节 就是让新郎的爸妈在全村人面前 把老脸丢尽 大概的内容就是 全村妇女绞尽脑汁 丑化新郎的爸妈 我哥八年前结婚的时候 我爸妈的惨状历历在目 当时我村妇女跟我爸 画了一个特别夸张的口红 两个红脸蛋 头上顶个西瓜皮 两个耳朵上挂着白菜叶子 胸上塞两个馒头 穿个烂床单 拿个棍 拿个盆 边走边瞧 大家都知道 父亲是孩子心中的一座大山 我当时一看我爸 我就感觉我的山塌了 我爸算是什么山 垃圾山吗 前几天我爸给我发了个语音 醉醺醺带着哭腔 儿子 你一定要争气啊 你不结婚 村里人都看不起咱 我就很不理解 我结不结婚 跟我们村里人有个锤子关系呢 我就想问一下他们 你们着什么急 真的是 大家现在都害怕催婚 对吧 爸妈都会用尽各种方法 旁敲侧击 我妈呢就会利用我爸的职业 来道德绑架我 妈 大家说我爸在县城 我们县城就是一个农民工 现在年纪也越来越大了 也干不动活了 我妈每次一说到这个 就开始叹气 你一天不找女朋友 你爸就得在工地上硬撑一天 我说有什么逻辑 妈妈 这中间有什么逻辑 我爸坚持待在工地上 跟我农府脱单 有什么关系 我需要的是女友 又不是公友 而且我妈特别喜欢 用一句话来催婚 就这句话 总让我觉得 我妈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一个卧底 我只要一回家 我妈就特别冷静地对我说 你只要结婚了 妈的任务就完成了 我听着都害怕 我特别害怕 我真正结婚那一天 我妈突然不辞而别 然后给我发个微信 儿子 恭喜你结婚了 妈在你家潜伏了二十多年 是时候回总部报到 感觉我妈在跟我玩无间道 我要是不结婚 我妈会不会掏枪干掉我 妈 给我个机会 我妈掏出枪 咋给你机会吗 我以前没得选 现在我想做一个晚婚晚遇的好人 行吗 跟你爸说 看他还想不想在工地上硬撑了 大家看我在台上还是蛮顽皮的一个人 其实我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非常田径的人 我平时出去跟朋友聚餐 一直都是只吃不说 所以朋友说我社恐 我后来仔细分析了一下 我发现这跟我们家的用餐习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爸妈从小就教育我 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 这么多菜堵不住你的勾嘴 我就在想 如果我爸妈当初换一句话教育我 那我现在肯定是社交达人 比如从我六岁开始 我爸妈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对我说 那杨总您给咱加了句 吃饭的时候为啥不能说话 我妈的理由 吃饭说话没家教 她害怕我以后去女朋友家里吃饭丢人 那按照我妈这个用餐习惯 我觉得等我跟女朋友订婚的时候 肯定要出大事 因为订婚就是为了让双方父母交流沟通的嘛 假如我女朋友的爸爸端起酒杯笑容满面 这个 亲家公亲家母 今天大喜的日子 我敬二老一杯 我妈拍摔筷子 这么多菜堵不住你的狗嘴 好谢谢大家 我杨总统开心 嗨 大家好 我叫老葱 我也不知道我算哪根葱 我单身挺久的了 从我的长相这一点你们也不难看得出来 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长得挺丑的 但我妈并不这么看 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你说我儿子 长得也不可成啊 咋就没有对象呢 我说妈你觉得我不可成呢 你觉得谁可成 她说你爸 我真的单身挺久的了 我妈呢也很着急 但她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很靠谱啊 她不找人给我相亲 却找人给我算命 我27岁之后 我妈每年都会找人给我算命 27岁的时候 说我28岁肯定结婚 28岁 说我30岁肯定结婚 我今年31了 我最新得到的数据是33岁 33岁我肯定结婚 我以前特别讨厌算命的 但是最近特别喜欢算命的 因为你无法安抚一个狂躁的中老年妇女 但算命的可以了 我妈为我找对象这个事的 操碎了心 求变了各路神仙 刚去求完太上老君 她又去找南海观音 我们家常年是供奉一顿菩萨的 但我妈呢 还会隔三差五的 逢年过节的 去现成边上一个寺庙烧香 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 咱们家的菩萨 知不知道你就总去外面找别的和尚啊 我爸对我单身的事情比较淡定 但是最近有些绷不住了 总是打电话给我磨叨 儿子 你赶紧拐给媳妇回家吧 我倒受不了你妈了 就你找对象这个事 你妈是求神神不应 求佛佛不灵 现在她早上亲自下手解决这个问题了 我说哦 我妈这是要亲自安排人给我相亲了吗 我爸说不是 你妈现在每天半夜三更 坐在炕上打坐 她打算亲自保佑你 你再不管跟媳妇回家 你妈就成仙了 在我爸的一再抗议之下 我妈终于是觉悟了 她最近开始企图通过相亲 解决我的个人问题 她甚至为此加入了一个神秘的组织 全称叫做黑龙江省大庆市 多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在外务公子女相亲俱乐部 自从我妈加入这个组织之后啊 整个人就变得特别的亢奋 你就感觉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的老婆呢 但她已经找到自己的亲家了 每天晚上半夜三更的 给我发各种女生的照片啊 还跟我介绍 这个 这个学生清纯可爱 这个 这个白脸都市利人 这个 这个模特身材火辣 就你们都见过 撒落在街边那种小卡片吧 我感觉我不拦着点 我就会收到一张这样的照片 这个 这个已婚上妇 温柔多情 我说你这个老太太呀 你哪里还是个妈妈呀 简直就是个妈妈丧啊 而且我妈 为了说服我去相亲 她总会在结尾补充一句 说这个姑娘 这个姑娘你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我说我就纳闷了 我为啥打着灯笼找 天黑不好找 为白天找 再说了 你说什么姑娘 必须晚上打着灯笼去找 夸姑娘妈 啊 妈妈 丧啊 我妈真的是一个掌控欲特别强的人 我生活的各个方面 她都希望我按照她的愿来进行 所以自从我工作之后 我跟我妈的关系真的就越来越差了 因为想法总是相悖的 所以总是争吵 她希望我早点结婚 而我一直单身 她希望我回东北老家 而我一直留在北京 她希望我在北京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我就领她去了练家 我妈对买房 这个事真的看得特别重啊 她认为之所以不能结婚呢 就是因为没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佛祖也给不了我一套房子 所以在我妈第一次来北京旅游的时候 在我们逛长城和逛故宫之前呢 我们真的先逛了练家 我说老太太第一次来北京 我先带你见见世面 当我妈听说要去逛练家的时候 整个人就特别地激动 意气风发 怎么跟你们形容我妈当时的状态 我想起了一句古诗 老妇疗发少年狂 要在北京买套房 当我妈站在练家门口 看到那个广告的时候 当时就不狂了 扭头就跟我说 你看我说啥来着 北京有啥好的 之后她就开始像一个老婆婆 说儿媳妇坏话一样 说北京的坏话 长城爬一半爬累了 扭头就跟我说 你看我说啥来着 北京有啥好的 修个破长城有啥用啊 爬起来怪类人的 我说妈这你就有所不知了 古代人修长城啊 就是来阻止东北人进北京啊 谢谢大家的老村 好 好 我好 好 好 我好